无论是冒险家还是囚徒 哪一个不作为监管者的突破口 都可以起到有效帮队友补击的作用 对吧其实还更多的 如果说真的是选择帮帮 还是更多要保护好的是 这个囚徒啊 那果然死神这边选择了一手 拥兵的后面两个很有可能都是休息位了 看一下因为先知有嘛 先知你带不带 你说不带打帮帮 确实先知的鸟可能效果没有 对于其他的监管者来得好 但是有不拿还是亏的 这边是选择的前锋 那最后一手鼓的应该是先知了 这样的话就是 总不可能拿一手空军满 我觉得也没有必要 而且先知放的情况下 该套还是得套的 对对对 但上来包个点就已经不错了 那这套阵容我觉得 要不脆火红夫人好像也挺香的 因为你拿个帮帮 我觉得真的不太好打呀 是 上来得得有一个好的刷点 遇到一个好抓的人 比如说上来遇到这个先知呢 帮帮还可以打还不错 但是万一你上来遇到的是一些 比如说遇到蜂涌而至 或者说你上来撞点撞到的是一个冒险家 但是这个冒险人家 绝活冒险家 国服第一冒险家 我随便找一个比较熟悉的地域来跟你躲 那你可能就是 虾则人炸弹 把你炸出来就可以 但炸不出来的 这个地图多好赌啊 是这个图就跟之前的红教堂不一样了 是的呀 这个图不但它有很多的建筑物可以躲 这个地图是偏暗 还有的它有一些就是模型上面的一些墙角是会有雪的 对我躲在雪球里面你完全看不到 那么冒险家也是有一个比较偏白的皮肤的嘛 是的 还是蛮期待一下 这张地图对于冒险家来说确实很有发挥的空间啊 是 那么也是期待说这首邦邦能不能找到突破口 其实无论是找冒险家还是找先知都是可以的 在排位里面这张地图是冒险家最喜欢的 还有一张呢就是闪金矿 是 那么现在进入比赛画面 我们可以看到邦邦开局往小木的方向走啊 这边暂时是没有人的 那么前面是已经开始拉点了 因为有先知的爆点嘛 是的 看到先知了那可追啊 那这把天狐了 对啊 遇到冒险家都没有遇到先知来的香 因为冒险家有自己队友的一个协助嘛 那先知的话就更考验你的个人操作 这个鸟能不能及时的吃掉平安 而不是吃炸了 关键就是先知把鸟套给前锋的这套 配combo救人是没有了 是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监管者这边带的是底牌封窗 然后带了一下拘禁狂啊 这个拘禁狂是为了增加自己一个手以上的优势 是是是 那这里是鸟没放出来 直接一炸一刀 这个血线 一炸倒 那这个鸟很难浇了 对 但是浇还得浇 你不浇 救下来以后更难浇 就是看他怎么浇了 如果说你有神级脚步 这边是预判一下监管者的走位 在互相进行一个拉扯 直接浇鸟 那这边补一颗炸弹 好 那这里是开了技能 一颗遥控炸弹可以直接带走 前面是一个非常非常 直接炸到 直的一条路 没办法 这个位置给你 哎 我这给他什么都没有了 而且这边有一个地下室啊 嗯 是的 但是没有挂 挂地下室费时间干扰不了队友的密码机 不是 挂地下室 穷人者就彻底不救了 我得 我要赢怎么办呢 我得让你们过来救啊 是 对吧 你挂地下室外面人全部不救 那我们这边看到 去干扰一下中场的密码机吗 因为已经知道你优秘的位置了 我干扰一下你 我逼你过来救人 那么 千知这边是 赤线马上过半了 那 监管者因为带的是一个拘禁狂 所以说 这个赤流的速度还是非常快的 求人者这边可能是考虑卡满救一波 或者说干脆卖了不救了 没救了 没必要 不救还能够往平局打 是 真的去救 是 那么现在的话 如果说不救的话 先知挂飞之后 求人者这边是可以修开大概三台密码机的嘛 甚至说更多的 那后期再去打一个拉扯 只要说不找到冒险家 这个突破口 还是有的打的 那么现在帮忙也是等 先知先挂飞 然后再去找下波节奏 但是距离其他几个人都比较远 看他这波的一个追击吧 如果说这波追击快 因为他闪现没有交嘛 然后关键是什么呢 这波不救还有一点 这边直接传送早节奏 不救好在什么地方呢 不救好在这个帮方 他是很难到二阶的 你到不了二阶 你的炸弹需的慢 你的炸弹的一个距离短 所以说求人者就有更多的一个拉扯空间 我可以去跟你耗更久 前方这边直接拉球 是想往大房去 因为大房有二楼的一个楼梯 炸弹就没那么好补上了 而且说求人者这边特别细节 在你挂飞第一个人 听到你台声音之后 冒险家直接没有修了 去挖树叶去了 这样的话你找不到我 我这个突破口让你找不到 无论是前方还是佣兵 只要说他能正常牵制 都是可以去往保平放散打的 打到后面 冒险家万一手上有两个树叶 你到时候连手电机都没办法守 你不知道哪一台 我不知道我到哪里都能秒一台 我这个是主动拳赛于球者这边 这里也选择得非常好的 这边追击了非常久的时间 但是始终没有办法拿到前锋的剧波节奏 而且前锋手上还留有一部分的球 对 这里提前就丢炸弹 但看能不能连上 这边一个廉价炸到了 对 他主要就是现在是一个一阶的邦邦 二阶炸弹没起来 二阶炸弹起来呢 追击这样的一个远程过程当中还行 因为你远程炸弹是一个二阶炸弹的话呢 它的一个覆盖面非常的广 这边前锋直接拉球了 因为说害怕你去预判一个交互炸嘛 对对对对 炸到了非常的准 但是现在前锋还是有牵制能力的 看一下前面去拿炸弹逼下走位 对 这个交互点应该是邦邦在这边 又炸到了一下 好的漂亮 直接一颗遥控炸弹补上 但我们可以看到 这边冒险家是已经在翻输液了 那他这边补一台机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他就输液至少50%嘛 那如果说傭兵稍微修一修 待会帮人家一补 傭兵过来救人 傭兵博命还是没有交调的 所以说只要能救下人来 基本上还是很有机会去争取 而且现在对于监管者而言比较准央是吗 刚刚挖输液的时候 你看不到密码机抖动 对 你都不知道哪排 现在应该已经是压好了 因为手上有输液嘛 也压好了 是的是的 这边直接已经压好了 那就看这波防守 其实这波防守 对于帮帮来说 直接捞了 那前锋听傭兵扛 去保傭兵一个满状态 其实不用扛了 对对对 所以直接针对于前锋 而且吃了平内 吃平内进大房 他这里的话 我觉得帮帮的这波选择上面 稍微的有点急了 就是没必要说是一定要打这一刀 你用炸弹将前锋击倒 然后再慢慢追 更加的有机会一点 现在的话 你这传送 你这边你没有挽留 还是有点难受 看一下冒险家的这波牵制了 炸弹都躲掉了呀 去封你这个交互点 哇这迷宗布啊 是的 非常的旧 地窖在这里你知道吗 这地窖在这里 现在你距离拉近 冒险家可以吃一颗炸弹 就围绕着地窖走了呀 绕圈圈 是 这边 突然缩小片一下自己 是的 那看炸弹 应该是全方位的封锁了 这个炸弹 其实就差 没有差很久时间嘛 对 冒险者这边也是刚刚把门打开 怎么说呢 冒险家这里已经尽力了 他躲了这么多个炸弹 他的这波牵制也是非常到位的 前期的那一波 封交互的炸弹都没有吃掉 吃到的是一个平A 就不亏了 权者的一个战术 是非常非常的正确的 就是 不救人不给你机会的同时 也不给你存在感 那你就算传送过来 就是你需要用技能来找人的话 那你就不能用技能来带走人 是 而且冒险家的好处体现在了两个地方 一是挂飞第一个人的时候 你没有看到密码机在抖 是的 是吧 冒险家在挖树叶 第二波的时候是开门战之前 密码机压好了 你还是没有看到密码机在抖 没错 这个好难受 帮帮碰到这个就 不救的帮帮我也没办法呀 我觉得我防守能力很强 但人家不救啊 对不对 这叫扬长避短呢 就像我们之前说的嘛 作为一个手蚁型监管 我去最大程度的限制 你在手蚁上面的优势 是的 是的 不过也是可以看得出来 这套体系是在冒险家 这个团队当中 已经打得非常熟练了 这张地图 他们打下来 就完全没有给到监管人任何机会